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家好,今天言归正传大新闻将为您带来四个新闻事件 第一个新闻事件是 中国甘肃山地马拉松遭遇极端天气,以至21人丧生 在中国甘肃省举办的山地马拉松比赛过程中突遇极端天气,造成至少21人丧生 赛事组委应急医院缺失,引发公众愤怒 这场山地马拉松22日在甘肃白银市景泰县的黄河石林景区内举行 参赛人员上午9点开跑,共有近万人参加比赛和健康跑 其中172名参赛人员参加了百公里约野赛 据黄河石林地区社交媒体账号发布的照片 当时是多云天气,好者身着T恤和短裤 白银市官员在23日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22日中午1点左右在高海拔赛段天气突变 出现冰雹、冻雨、大风等灾害性天气 气温骤降 参赛人员出现身体不适、室温等情况 部分参赛人员失联 除寒分外 景泰县22日的最低气温为6摄氏度 据路透社报道 参赛者毛舒芝说 当他从起跑点跑出大约24公里时 雨下得越来越大 气温很低 由于他以前遭遇过气温骤降给身体带来的不适 他当即决定退赛 他说 他很幸运做出了这个决定 据中国官方媒体报道 在热成像无人机、雷达探测器和探测设备的帮助下 官方启动了大规模救援行动 并派出了1200多名救援人员 截止23日 参加百公里越野赛的172人中 151人被确认平安 21人予难 中国气象局21日晚间发出预报 21日晚间至22日 包括景泰在内的白银市 预计将有中道大风 甘肃省气象局网站20日预报 截止23日 包括白银市在内的甘肃大部分地区 气温将显著下降 毛书之说 比赛前一天天气非常热 虽然天气预报说 白银市22日会有风和中雨 但每个人都认为会是温和的 发生在白银市的山地马拉松悲剧 引发了公众对主办方缺乏应急计划的质疑和不满 他们质问主办方为什么不看天气预报做风险评估 有网友认为 这完全是一场人祸 即使天气变化无常 应急预案在哪里 中国官媒报道 在23日的新闻发布会上 白银市官员鞠躬道歉 称他们对参赛者的悲惨死亡感到悲痛 他们应该受到指责 中国党媒《人民日报》报道 甘肃省政府已成立调查组 进一步调查遇难者死因 中国近些年挑战极限赛升温 但不时暴露出问题 比如部分赛事在线路和难度的设置上 缺乏科学评估造成安全隐患 第二个新闻事件是 挨家挨户搜 中国天主教多位神职人员被捕 据天主教通讯社消息 近日一些天主教神职人员 在中国被逮捕 梵蒂冈新闻社的 亚洲新闻周末报道称 在仅两天时间内 河北省的警力将新乡宗座监幕区 差不多所有教会人员全部带走 新乡宗座监幕区用了一名天主教徒 拥有的小工厂作为培育的地方 5月21日 张维柱主教 七名神父和十名修身被带走 至少有一百名警官参与了持续数日的行动 现年63岁的张维柱 于1991年被教廷著监为主教 并曾数度入狱 新乡宗座监幕区有十万信徒 报道称 新乡宗座监幕区是中国政府不承认的教区 因此神父、修院和修身的活动被视为非法的 相关牧师和非专业人员的活动被认为是犯罪 鉴于警方的庞大部署 有些教友认为 这次突击行动已计划了一段时间 当局可能相信还有叫声在逃 并在周围地区寻找他们 梵蒂冈亚洲新闻报道称 当地公安部门挨家挨户寻找他们 一旦他们发现有属于天主教信仰的标记 十字架、雕像、圣人画像、宗教照片等 将屋主或拥有者出以罚款 并且没收物品进行销毁 梵蒂冈亚曾在2018年与中国缔结了一项 关于人民主教的临时协议 并在2020年延长了该协议 批评者认为这是一个错误 自协议签署以来 中原地区的天主教徒的情况已经恶化 特别是对天主教地下教会成员的压力增大 教宗以5月24日的中国教会祈祷日为契机 在23日圣彼得广场的舞蹈中 要求为中国信徒提供精神援助 方济阁没有提及最近的逮捕事件 而是鼓励该国的天主教徒 成为他们祖国正义与和平的建设者 第三个新闻事件是 白俄罗斯拦截飞越领空客机 只为抓捕反对派 欧盟各国政府要求白俄罗斯 立即就一架飞往立陶宛的航班 赶到明斯克一事做出解释 白俄罗斯当局在明斯克逮捕了 该航班的一名乘客 反对派活动人士和记者 拉曼·普拉塔塞维奇 立陶宛总统 吉塔纳斯·劳塞达说 这架商业航班是以武力指挥降落的 波兰总统穆拉维耶基则称 这一事件是应受谴责的国家恐怖主义行为 劳塞达总统猛烈抨击了 普拉塔塞维奇的被捕 并表示 国际社会必须立即采取措施 不再让类似事件发生 他最初在推特上对此事做了反应 随后路透社援引了他的一份电子邮件声明 波兰总理穆拉维耶基在推特上说 他已要求欧洲理事会主席 在24日举行的会议上 讨论立即制裁白俄罗斯的问题 德国外交部一名高级官员 米格尔伯杰 也在推特上 对普拉塔塞维奇被捕一事做出回应 要求白俄罗斯政府 立即就瑞安航空一架航班 在欧盟领空内改到明斯克 以及一名记者 据称被拘留一事做出解释 欧洲理事会主席查尔斯·米歇尔 对此事表示关切 并呼吁白俄罗斯当局 释放该航班及其所有乘客 并补充说 国际民航组织的调查将是至关重要的 法国外长勒德里安说 这一事件需要欧盟做出 强有力和团结一致的反应 普拉塔塞维奇是在这架 从瑞典飞往维尔纽斯的 瑞安航空班机降落在白俄罗斯首都后 不久被警方带走的 此前这架飞机遭到一次 看起来是虚假的炸弹威胁 据白俄罗斯媒体报道 飞机上没有发现炸弹 目前尚不清楚是谁报告了这个炸弹威胁 瑞安航空在一份声明中说 其机组人员接到了白俄罗斯 关于机上存在潜在安全危险的通知 并奋命转往最近的明斯克机场 飞机安全降落 乘客在地方当局进行安全检查时下机 飞机在明斯克地面停留大约五个小时后 没有发现任何异常情况 当局批准飞机与乘客和机组人员一起起飞 瑞安航空表示 这架飞机预计将于明斯克当地时间下午7时起飞 并已通知相关国家安全和欧洲安全机构 据国家通讯社贝尔塔报道 独裁领导人亚历山大卢卡申科 亲自下令一架战斗机 为这架载有100多名乘客的瑞安航空客机护航 白俄罗斯反对派领导人斯维特拉纳 齐卡努斯卡亚的总部说 当飞行员收到飞机上有炸弹的信息时 该航班靠近立陶宛边境 他离维尔纽斯机场更近 但却前往明斯克 普拉塔塞维奇是新闻频道 Next Live的主要管理人 该频道一直在报道 白俄罗斯去年8月有争议的总统选举后爆发的抗议活动 去年11月 白俄罗斯当局宣布 普拉塔塞维奇和同样是Next Live管理人员的 斯西亚潘普希拉因涉嫌组织大规模骚乱 扰乱社会秩序和煽动社会仇恨而接受调查 第四个新闻事件是 中国复兴愿意将德国BioNTech疫苗供应台湾 在中国大陆、香港、澳门、台湾地区 拥有德国BioNTech新冠疫苗独家代理权的 上海复兴医药集团日前表示 有意愿将疫苗服务于台湾同胞 但台湾卫福部部长则回应说 没有收到任何相关申请 复兴医药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吴以芳 22日在接受中国官媒新华社采访时表示 公司有意愿将疫苗服务于台湾同胞 自去年以来 我们通过多个渠道 一直在积极推进向台湾地区提供这款疫苗 复兴期待安全有效的疫苗 能早日为岛内疫情防控发挥积极作用 以维护台湾同胞生命健康安全 尽早恢复正常生活 在采访中 吴以芳还提到 已经有台湾的一些机构与公司 就紧急采购事宜进行接洽 他并没有透露究竟是哪些团体 台湾卫福部长 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 就复兴医药 愿供台疫苗一事表示 各界频频放话 但卫福部根本没有收到任何人前来申请 在5月23日的记者会上 他也只是含糊地说 目前针对相关疫苗 这周以来有非常多的讯息 很多要来谈的 很不切实际的也有 要的话就正式接洽 否则不了解情形 就在今年2月中旬 陈时中曾对外界透露 台湾原定向德国巴恩特克公司 购买500万剂疫苗 原本合约签订在即 新闻稿都写好 却因可能来自中国的压力 而发生变故 虽然陈时中没有直接声称 中国是幕后黑手 但他暗示背后有政治原因 他说台湾在谈判过程中 一直担忧有外力介入 所以小心谨慎 当时陈时中在接受 一档监视节目采访时说 有人不希望台湾太高兴 就停下来了 台湾购买疫苗困难重重 他有苦难言 但他没有做出详细说明 巴恩特克的一名发言人 当时则对德国之声表示 公司与台湾方面的谈判 目前仍在进行中 将事实公布进展 公司致力于在全球范围内 协助抑制疫情 我们有意向 在我私的全球行动框架内 向台湾供应疫苗 去年春天 新冠疫情刚刚在全球范围内爆发时 德国巴恩特克公司 就将其在包括中国大陆 香港 澳门和台湾在内的 大中华地区的新冠疫苗 独家代理权 授予中国企业上海复兴医药集团 而在大中华地区之外的 其他国家 则将美国辉瑞之药 作为合作伙伴 作为回报 上海复兴医药集团 将支付8500万美元的许可费 并投资5000万美元 购买Biontech公司的股份 同时 含组织开展Biontech疫苗 在中国的临床实验 今年3月 陈时中在立法院 接受国民党籍立法委员 陈玉珍质询时 曾被问到 疫苗采购是否受到中国 欧洲等各国压力 陈时中表示 确实有受到压力 但无法确定压力从哪来 有四面八方可能性 采购时尽量保持低调 目前 台湾新一轮疫情 形势严峻 据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 5月23日发布的最新数据 当天新增确诊病 力达290人 其中287例 系本土传播 每日裁减阳性率 也已上升到了3.4% 好了 今天的言归正传大新闻 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明天再见 明天见